各位來看棒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透過我來電視網收看 中華職棒35年魏全龍隊全主場 例行賽事的現場直播 今天是5月8號星期三 在天空棒球場進行樂天桃園 跟魏全龍隊 兩隊在五月份第一次的交手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中職目前的戰績 同一是目前然是在聯盟第一的19勝6敗 領先中興兄弟五場 魏全龍最近二連勝 目前排在聯盟第三 些微勝率的領先了樂天桃園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 已將決定兩隊 在第三第四名的這個位置的排序 我們先來看一下 樂天桃園間先攻球隊的先發打序 第一棒右外野手陳成薇 二棒中外野手林滋偉 三棒直定打擊林鴻鈺 四棒左外野手朱玉賢 五棒一雷手廖建復 六棒三雷手梁家榮 七棒二雷手馬傑森 八棒捕手炎弘軍 九棒游擊手林承飛 龍隊先發投手羊頭艾普樂 搭配的捕手是劉石豪 一雷手郭炎文 二雷手李凱薇 游擊手張震宇 三雷手劉基鴻 左外野手林孝晨 中外野手郭天信 右外野手張又銘 艾普樂本季的第六場的先發 前面五場戰績兩勝三敗 哇 連四壞 而且都是內角訴求 四壞球保送 外角球打著輝幫洛鋒 遭到了三陣 外角的變速只差球系 外角的訴求 艾普樂K掉了林鴻鈺 連續來了兩K 兩人出局 繼續攻內角 投到中間拉回來在布陣裡面 李凱薇拿球之後 傳往一壘刺殺的朱鈺賢 這個半局艾普樂雖然投出保送 但是接下來連續解決三名 樂天桃園的打指 目前雙方比數0比0 休息一下待會兒看到一局下半 龍隊進攻 黃子鵬要來擔任到先發投手 本季第五場 這個內角的滑球 初神沒有減 這是個四壞球保送 沒有好球壞球 高起來扛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衝天砲 有風勢喔 真的吹得滿遠的 最後陳成威完成了接殺 今天有五個初神球保送了 好者提前起跑 李凱薇滑進去 Safe 我還覺得我往外掉球的 但是還是傳了一個彈跳 現在來看原隊這邊 是要來做挑戰 針對剛才李凱薇滑進二壘 這個Safe的判決 滿快的 維持原判 所以樂天桃園用掉了第一次的挑戰機會 這內角球拉回來 打在二壘手正面 馬傑森拿球之後傳往一壘 完成了刺殺 兩人出局 但是二壘上的李凱薇推進到了三壘 這一球打高了 右半邊的飛球 沒有太大的威脅性 馬傑森完成了接殺 這個半局結束 龍隊留下三壘友人的殘壘 沒有得分 一局打完 雙方淋地 打到了中間方向 傳出去 形成了一支安打 郭宜文掃出了龍隊 今天團隊的手腕 拉回來打一二壘 接傳出去 形成了安打 延續兩支安打的串聯 龍隊在二局下面有很好的開局 勝利打點 點了 點在了頭骨中間 黃子宮下抽處理 傳往一壘 完成了刺殺 這是個成功的犧牲 觸擊讓跑者推進到二三壘 切到球的下緣 左半邊的高飛球 看距離夠不夠 可以拚一下 朱宜弦接殺 三壘上的郭宜文 要往本壘 超級好 回傳就來得及 奧奧 沒有問題啊 這是一個雙殺手臂的概念 左外野的接殺 加上外野駐殺本壘 這一邊 三壘往本壘保的保者 所以這個半局也畫下去點 兩局結束 目前雙方仍然是0比0 來看他會不會積極觸碰 還是選球 而且他選到了保送 扶手蹲外角 外角球還是沒有打好 一壘側的衝天砲 廖建復 完成了接殺 兩人出局 外角球出棒 打成了中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最後越過了朱鈺賢 落地 DKV現在 讓過三壘之後被尻回來 回傳球經過Cutoffman 回傳來不及 張宥明 41棒 二壘安打帶著1分打點 現在龍隊取得了1比0的領先 這一球打到左外面 平飛 越過了林承飛 這一棒 很有機會 又要帶著1分打點了 送回了二壘上的張宥明 劉基鴻 適時帶有打點的安打 讓龍隊在三局下半 取得了2比0 2分的領先 沒有錯 這樣子把球打平 一定有機會的 對 我們之前提到過基鴻 今天的問題是 他衝天砲率就pop up rate太高了 但這球打平之後 安打也真的出來了 這一球打回給投手王子鵬 但是碰到球而已 三壘手梁佳龍傳往一壘補救 來得及 抓到了機球砲流員郭彥文 過這半局龍隊靠著保送 還有兩支安打的串聯 是攻下了2分 三局打完2比0 衝天砲流隊 暫時領先了樂天桃園 打到了中間 停飛球 在中央野手前面落地形成安打 拉回來打到一壘側 一壘手攔截住了 往二壘傳 來得及完成封殺有點驚險 球差一點沒有拿好 不過林承飛最後還是把球握在手裡 這個就是這個阿富百在一壘的一個小小的隱憂 在手臂的能力上面 維持原判 所以龍隊用掉了第一次的挑戰機會 偏高是個保送 這一球撈到了中間 在林姿衛的管區 完成了接殺 龍隊這個半局留下兩個雷包的殘累 沒有得分 四局打完 龍隊2比0領先樂天桃園 外交的曲球打成了彈跳球 張正宇手感非常好 傳往一壘完成了刺殺 好讚啊 撈著這個彈跳之後 用這個下手迅速的勾 讓困難的球看起來很簡單 這一球其實非常的有難度 哇 這一個直插球沒話說 艾普勒凍結了陳成薇 將他三陣啊 抱了前面兩次 對他投出保送的一箭之仇 這個半局 艾普勒投出了一個乾淨的三上三下 那整體的得分呢 在全聯盟也是並列第四而已 這球打到了中間方向的一個深遠的飛球 郭天席往後退 這球歐把了 球落在警戒區落地 林姿衛 敲出了一支二壘安打 這是樂天桃園團隊的第二支安打 這一球棒子有打獵的聲音啊 游擊方向的彈跳球 張鎮宇從一壘完成的刺殺 高起來的球被打到中間方向 郭天席的管局 郭天席完成的接殺林姿衛 可以趁著這個飛球推進到三壘 兩人出局 這時候換上左頭瑞歐 要來面對接下來兩名的左打者 這球打到了給投手的正面 瑞歐拿球之後 然後拋給一壘完成了刺殺 這個半局 樂天桃園沒有越雷十一步 球數是頭部領先 砸到了郭炎文 這是個出身球 點了 點在投手正面 黃子鵬下丘處理完成了刺殺 這是個成功的犧牲觸擊 四場先發 每一場都至少超過90顆用的球 這球敲到中間方向 中央野手林姿衛往後退 完成了截殺 郭炎文加跑了幾步 沒有真的出去 整個內角球出身沒有減 劉慈豪獲得了四壞球保送 四壞球保送 黃子鵬連投了兩個四壞球保送 這個單局第三個四死球 打成了內野滾地球 林承飛拿球之後 傳往一壘沒有問題 這個半局黃子鵬讓龍隊中了蠻累計 六局打完龍隊仍然質疑 二比零領先樂天桃園 這一個外側的變化球被打成中間方向的 穿越安打 炎紅軍真有一套 這個拿去看到第三顆 這個變速球被打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郭天信往前完成的接殺 這個半局原隊留下一個禮包的殘累沒有得分 目前龍隊仍然是二比零領先樂天桃園 為全龍隊更換投手 換上的是陳冠偉來監替投球 不知道會不會有想要增加自己武器球的一個想法 是 倒數 八秒 是時間到的關係 還沒有看 在倒數八秒前 還沒有進打擊區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後面的時鐘 還有林鴻鈺的狀態 已經低於八秒了 他還沒有準備好要打擊 那這個是違反投球時鐘的規定的 所以是第三號球 小胖在嘴巴說他要喊泰姆 陳冠宇的投球 他是熱田桃園今天的第三任投手 這球打成了中間方向強勁地穿越球 阿莫掃出來安打 瞧到了中左外野方向的平飛球 好來看最後落地新車的安打 越過了兩個外野手的管區 球一路滾到的全力打強強角 拿摸繞過三壘之後 要回本壘得分 郭天信二壘安打 有一分打點 龍隊發局下半天的保險分 三比零領先 熱田桃園 這球打到中間方向 穿出去用死一隻安打 二手上的拋球 繞過三壘之後 郭天信要回本壘 來得及 球露到了後面去了 也讓六十豪可以推進到二壘 這一支41棒 魏球龍隊現在取得了4比0的領先 拉回來 打在二壘手正面 二壘手拿球之後 從一壘完成的刺殺 二壘上的跑者推進到三壘 這是個保送 今天麗海薇 真的是厲害 五次打擊 三次靠保送上 二天桃園換投手 換上綽號校長的林華衛 龍隊八局下半的攻勢 已經攻下兩分 這個外角球 一力選掉了 拉回來 在一壘側軟弱的滾地球 一壘手拿球之後 踩壘包完成了刺殺 這個班局結束 不過龍隊還是靠著三戰打的串聯 是能夠攻下兩分的 雖然龍隊八局下半的攻勢 讓他們的領先來到4比0 形成一個不是救援成功的機會 但九局上半 龍隊還是要推出他們的終結者 林凱薇來關門 直接進攻好球隊 訴求往裡面塞 又是中間方向的飛球 即將掉入天網 郭天馨接殺 一人出局 內角球拉回來 平飛球在界內落地 形成了安打 要建復停留在一壘喔 兩好三壞 這個內角球集成了內野滾地 四傳六傳三 打到了李凱薇的管區 最後形成了再見雙殺 這場比賽也畫下句點 中場衛權龍隊4比0 玩瘋了樂天桃園 拿下了最近的三連勝 他們的勝率也回到五成 13勝13敗 而且龍隊是連續兩場比賽 都玩瘋對手 先是在周日玩瘋了台岡熊英 今天周三玩瘋了樂天桃園